你这胡编乱造电脑黑暗的本事 还真是日益见长 小离 你还有脸来啊 你们刚才怎么诋毁我的 我都听到了 不想听听我的版本吗 原来真的有那么一刻 觉得自己曾喜欢过的人 是那么恶心的 我一直以为小离是个专一 有分寸感的女生 没想到 是小夏之前拍到的 小离和那同事的公司门前 裸裸抱抱 上了她的车 看来我们都被小离骗了 没想到她是这种 朝三暮四见一丝牵的人 好吧 那我打车给你 小心 谢谢啊 你男朋友来接你吗 他今天有事 我打车不加 这个点也不好打车 你要不坐我车走吧 正好随阿姨一起 行 其实我也能理解 毕竟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三年 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柏林 别难过了 这种女的就不值得 我本来 打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就这么过去了 没想到 没过多久 我就碰到她 单独出去约会 一个人想撇清关系的时候 她会想尽办法 第一回面 伤害你 我去送送李总 那我先去结账 好 柏林 你怎么在这儿 关我男的谁啊 你为什么单独跟她吃饭 那是我同事 我们俩一起见了个客户 你觉得这么拙劣的理由 我会信吗 我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 柏林 可能小林是真的爱她吧 我们俩因为这件事吵了一下 本来我以为她会改 没想到 她更加无所顾忌 甚至趁着出差 跟那个男生住到了一起 呸 真够玩心了 要我说呀 分得好 可能你们根本不会懂 那天 看到行李箱里的性感血液 当时我真的快有风了 看着她歇斯底里的 说着我的坏话 我只觉得自己瞎了眼 易小林 这什么 这次出去你跟你公司 那个男的在干了什么 你在说什么 这是我们公司团结 缠编的时候买的勇意 不行你看 够了 这让我恶心 分手吧 既然你对我没有一丝信 看我们也不必在一起 不小指 好啊 这可是你提的 怎么样 是不是很精彩 这怎么跟柏林说的不一样 小林 我已经同意分手成全你们两个人了 你为什么要故意抹黑我 我先上捅刀子呢 我黑你 有一天我不得不承认 我爱过的人确实薄金寡义 那我也不用给你留面子了 什么意思啊明明就是你的错 我这还有更精彩的 你们想不想听听啊 你要不坐我车走吧 正好随我爱一起 行 二号包间 帮我结下账 那只是凑巧 凑巧 凑巧 小三微博小和花的男朋友也叫着我的 又凑巧 他的耳环跟我在家里找到的那只一模一样 你这根本就是倒打压 贼喊捉贼 总是怀疑别人的人 其实自己戏里才有股 你们听我解释 自己扎就算了 他想见我们造谣小离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你们听我说 总是怀疑对方有问题的人 才是心里有鬼的 他拼命遗会你的不忠 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忠感 再见 不如忘掉